我覺得這個是實體的物品 我覺得還是錄影模樣 所以這是看起來非常像ID的英雄 但是好像不是3D的英雄 好像是 這是公共畫 對,公共畫 對 This is a graphic 然後稍微講跟你知道我講一下我的想法 這樣子 對 不好意思 OK 其實我們其實發現台灣的民眾部分照相都會刷牙 對 大家都會做到 但是他使用牙線了 對啊,我也沒有 為什麼大家都不使用牙線了 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很麻煩 對 對 因為就九十一盆他們 其實很緊張 就是 我們沒有刷牙 可是這不到才是 常常是需要定期使用牙線的習慣 嗯 那我們也透過就是我們自己的防插 對 就是七十八 對對 對 就是很難用它 而且我手又很大 就很難要拉翻 然後六十八就覺得做 然後我用牙線 然後縫感覺好像會變很大 會流血很大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對 最後的五十八就是 他不知道真的要牙線 對 對 那醫生也跟我們講說 那如果 民眾不知道自己口腔狀況的話 他明明就知道還要做這件事情 對啊 那不知道口腔狀態 也有一下一些問題 就是說 你可能有很多的清潔師教 你不知道 沒錯 會長期抹 會一直在碰 在塗壓 然後六個月洗牙之後 其實不適用了一個人 其實有些人需要更長 對 更短的期間 就要去洗 對 我的牙液也沒有什麼關係 對 我的牙液都不會喘 其實牙液是他第一個帶動 真的嗎 對 他是第一次的 常常就是因為不知道 所以他們就延誤就醫 然後多多治療 像對來講 在一般醫科跟牙科的話 韓國民眾對牙科的知識 真的是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就用 結合替換式的牙線棒 跟App 讓使用者能夠做好 有效的普通 像天余棒 我們的牙線棒主要就是 要解決掉牙線不好使用 對 所以我們就讓它更簡單的使用 然後也要解決 一般的那種 高機式牙線棒 帶來一個滑進的作品 以及機器器 品質不易隨便 會很容易造成 你牙齒的受傷 跟它品質的問題 對 那 我們也為了不要讓它說 你把牙引之間的細菌帶進去 所以我們必須要 牙線的器 對 在這個方便做 那我們在上面 之後我們也希望在上面 裝 QNF的一個光感的側氣 那藉由光感的側氣 那藉由光感的側氣 那你就可以 用最快速的方式 然後回傳到你手臂上 去看牙齒的時候 因為我們去看牙齒的時候 很常會看牙齒 因為我用這個顯示器 抵帶點牙齒上 很紅紅的那種 雖然很便宜很快速 可是 不會有人一天到晚 都在看自己牙齒 最放心 在檢查自己牙齒 所以你 literally 就是要看一天到晚 至少一天一次 對 至少一天一次晚上 最高牆檢查 對對 然後我們其實 也不會太複雜 我們應該只要評斷說 這個牙齒外區 集中度 然後讓它知道說 你有沒有注意到 要不去看醫生 這裡也沒有我心甘心 對 所以不會到了 太複雜 那我們在app上面 我們就主要 這個三大詛咒 去做我們的重點 習慣養成 即時檢測 跟正確的位置 那他的training 怎麼做 就是他會把 互相授面 都相傳到你 雲端嗎 呃 其實我們希望是 他直接傳到手機 然後我們手機 搜尋一個比較大廣的數據 味道就是 就是那個地方 哦 就分散室 分散室 對 我們就告訴他 哪些地方要加長 OK 然後去傳輸 了解 他習慣養成 因為我們希望他保持習慣 但我們發現 遊戲的話 或是獎勵機制 會讓使用者 對 增加友誼 對 增加友誼 跟他使用這件事情的連著度 所以小米軍也像點數的對換 那他使用的次數跟他使用的 在錄這個app的話 他就可以錯了 正確的程度啊 對 他點數就可以對換 替換單 要請 對 當年做度很高的話 就變換很嚴的替換單 對 對 遊戲 對 然後其實這次被我們 夾身的方向的光感 是 那最後我將進去 然後 你希望跟牙醫師 給我調查 然後提供專業的補償 我將進去 譬如說 根管治療到底是 怎麼樣的程序啊 或者說 到底要不要把他支持啊 確鮮 都是一般民眾 其實都很想知道的 然後每次遇到問題 都才在開始找 對 因為我們是跟牙醫師 不用打 跟牙醫師 對 而且有一天要把 對 正確分享之後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子 然後成為一個 比較專業度 跟客人度的一個平台 然後 其他廠商會想要在上面 投行自己的 產品資訊 然後 藉由這樣子 去增加我們的收入 然後看收入 對 那大概就是我們的 鴻石別件 銅路 從料妝店裡 來診所 都幫我們發售 使用者 然後耗材 然後再透由我們這個平台 接觸到社群 增加使用者 然後搜尋 你們用光顧航星嗎 還在測這個型態 還是他覺得有什麼好處 還在測 所以其實 這個就是用 我們像那個 BLA 對 但是 最主要 看起來就非常 不是很適合 用人家吃上的感覺 但是他會看 對 OK 那所以 他不像我手比較大 你就可以用比較大的 給我 這樣嗎 我們也是想要針對 就是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結 就是三個部分 然後希望說 比如說我們未來的小孩的部分 小孩可能手上 就要針對他的手 對啊 就是說 這一部分可以調嗎 對 那這兩款部分是 one size 對 只有T1袋部分是one size 然後頭的部分 頭也可以調 那不錯啊 非常 非常 對 我們大概講一下 頭牆市場 對 他自己一直通過發展 來的小規模 對 然後我們自己 他對我們 希望說 在近一點點地的時候 再整整部組織 然後這樣 然後 之後就想要被 各個壓抑診所做 做 很多配方 然後在之後 想要檢定 東亞亞電商 以及美國品商 對 對 就這樣的一個布局 那其實在台灣 因為我之前有 剛好有 很滿興奮 帶到的 亞彩業務 然後我接觸到 都會押一些資料 對 其實台灣亞洲會的 人數 這不是草複這樣去看 是個人 就七台七十二碗 是一 亞洲的文章去看 所以其實真的很多 這個數量真的很多 然後我們用年齡拒見 去做說 差不多年輕的族群 他願意接受新的產 大概就有參加 就是在非洲沒有穿鞋子 有很多人 對 對 對 可能是選擇了 選擇 哲哲開始 所以你跟哲哲是怎麼樣 是一次性的嗎 還是 訂閱師的 他 不是一次性的 我們目前期間 大概他有 有詢問我們之後 都想要 對啊 因為你們天生看起來 就比較像訂閱師的 嗯 那我知道哲哲比較像 會訂閱師 對 所以 訂閱師的好處是說 因為你的市場驗證 你如果是一次性的話 其實他比的是 抵得我們 就是簡報鬆 俗稱簡報鬆 對 對 就是黑客鬆其實是在抵 簡報能力 對 但是如果你是訂閱師的話 那就真的有 時常驗證的能力 因為他會不會 許定完全取決於他的 feedback 有沒有進入你的下一個疊代 如果沒有進入下一個疊代 他就取消 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他的想法 有進入下一個疊代 好比想說大概1922 所有種不去穿著紅色的紅色 都很少對 大家都穿著紅色的 這種有進入疊代的狀況 也是壓力士 所有提出來的疊 對 那這樣子的想法 他就會揪心黃豪 更多的進入這個訂閱師 因為一次性的話 你錯過就沒有了 對 但是你如果是 常驗證成功的話 其實你要看的是 好比想說他 覺得一到十分裡面 不肯打九分或十分嗎 可不肯把別人也帶進來嗎 因為他如果大八分的話 他自己高興就好 他也不會去 因為他兒子就沒有大於一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蠻重要的 就是說你如果是要看 這個裡面的傳播性 而不是只是 你一次性的那個文案 或產品影片的 呃 強度的話 我不是說你一下子 就要進訂閱式 但想一想某種 有沒有第二波 或訂閱式 會比你充第一波的錢 然後靠加碼接鎖 因為加碼接鎖 意義不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都沒拿到 所以其實你是在說 那個概念而已 對 但當大家拿到了 還願意 請起碼要來 那個的意義就不一樣 對 這個是另外一項方便 對 對 那 大概最後就是 上門帶一張 財源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就是 行銷產品設計 跟獨愛UX 嗯 對 然後最後就是 我們的顧問 我們有一個上去Demble 的意義部門 對 對 然後還有其他方面 因為比賽 然後結識的 很好的夜市朋友 嗯 對 就幫我們做一些 不管是上門 或是產品的一些想法 對 其餘 對 然後是這樣 這不叫NTQ NTQ NTQ其實最原始的想法 是因為我們想要打敗搖軍版 然後日本版就是Demble Plague 然後 NT OK 但是後來 因為我看這個名字 然後一附起來 就是一種古董 很 MT MT 我們會想要做 比如說 MT啊 中文名稱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想說 這個地方我們要好好再想想 這是現在自己的專案名稱 它等於是CodeName 對 對 這個名字當然也不錯 只是說 因為我不確定 就是古董的意向 跟你們的意向 要有 怎麼樣說一個故事 把它銜接起來 我一秒鐘想不到 對 對名稱 或是對名稱 都有滿大的想像 對啊 因為你如果去搜尋 請找Antique 找到一些皇宮啊 或者一些古堡啊 等等 等等 對 就是那種 對 我覺得跟你這個 想想 說明想 出一些的觀念 不會讓你 不要花時間 對 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 你的個人資料 現在大家對各自保護都非常著重 那有錢你之後 要去Pixar 對 那Pixar本身也是 就是理性企業嘛 他一定會問說 欸 那是不是使用這種 私權化方便 等等 所以你的機器學習的 那個模型 可能要講得更清楚 就是說 是不是只有他自己 才看得到自己的照片 對 那 你們其實是能看到 feature 之類的 就是說 這個我覺得可能 要有一些 guarantee 如果沒有 guarantee 的話 至少我們就一定 達不進去 其他地方也會很困難 但如果有這樣的 guarantee 說 我們用 federative learning 我們是分享 雷神經網路 或減量層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找一個 就是這方面 比較懂的朋友 來幫忙 audit 或者當然 如果你的那一段 是 open source 或你用現成 open source 的 library 說沒有 我們就是 open source library 那這樣的話 audit 就變得很容易 那我覺得這樣大家會 因為畢竟口腔裡面 對很多人來講 還是算是隱私 對 那我覺得這個人的保護 也是很重要 對 然後我想跟各位講 還有我們 這個 會把它擺在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對 所以我們第一階段 會是只有順兩階段 這樣子 那這位這邊 我們對只有順兩階段 的話 又是想辦法 第一時間 這個拿給我 我就覺得 它太少了我 目前 就是 它大概 我不確定 你能不能做成 像那種 我之前有用一隻登山手套 它是類似 就是三接棍 雙接棍 那種 它有幾個 比較靈活的 可拆線模組 所以不管你的手 的大小是什麼 你就挑幾個 可拆線模組組起來 那它就會剛好 跟你的手一樣大 那我覺得這個 智能力工學 還蠻重要的 因為 對我來講 就算稍微 差一點點 也會影響我每天 去使用它的意願 畢竟我每天都要用 那我當然是希望說 我用完這個之後 我至少心情變好 而不是說 我用這個 因為它會卡到我的手 或怎麼樣 讓我心情變不好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UX裡面就是 使用者它 期待的感受 那你當然是覺得說 這個 這個 什麼的情調 感受一定會變好 可如果是因為 你的這個 方法反而有一點 抵向那個感受的話 其實這個才是 它第一時間的感受 它使用它已經是 刺發性的感受 所以 這個一握住的那一秒鐘 它我覺得就決定 它會不會進行這個產品 所以把這個 就是第一次握住的那個體驗 把它做好 我覺得就是非常方便 對 因為之後我們會想要在 目前平台上推廣 對 我們會在榮鏡 然後我們這個 我們為什麼不去 請全台灣最有名的牙醫 哈哈哈哈哈哈 你說是它 是它把牙線帶到 它是第一個在台灣推廣 要使用牙線的 網泛推廣 對 它當時有錄什麼 衛教影片嗎 都沒有 真的嗎 它就是發起的 就是第一波的 不能說真的是第一波 但是它是第一波 廣番去做推廣 但當年一定有新的報道 有 對啊 那就用一下 有 這個他很有用 我們不是開玩笑 對 我們也很希望 如果真的有機會 然後可以請他 這樣講話說 我們底下線 叫不掉 這樣子 所以我相信 不你用它當年的報道就好了 用它當年的報道 對啊 而且它當年的樣子 跟你看也沒有差很多 所以應該是還OK 大家應該還認得出來 有些試圖 對啊 那我這邊的話其實 因為我們這個錄影 它是CC秀權 其實你只要付元出出網址 你是可以任意做商業利用 我並不反對你做商業利用 所以剛才的任何片段 包含 就是不小心 這個把它摔下去的那個片段 我真是 是嗎 很輕鬆一下子就足起來 對 的那個片段 都非常歡迎去使用 那我想這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謝謝 那我想問說 因為第一波 我們做好的打項 是肉推廣 就是要解決大家 兩次問題 對 環保 因為我們就是不希望再增加 這些塑膠的產出 有點像這種狂犯 那我們壓線很棒 我有聽懂 對 壓線很棒 這一塊 目前還有一個 明確的點 去讓 肉球體積也不大 不像免洗餐具 而且大概你也不會把它 隨便亂丟 跟口罩也不一樣 其實因為我們在錄影 因為我們開始做電影 對壓線都非常有改 其實我們現在只要路上 就每天都有壓線 亂丟壓線 是嗎 對 它真的很小 所以 它比牙籤更容易 我看到大部分都牙籤 可是我覺得牙籤應該給人 感覺是因為它改的 是自然做的東西 所以先把牙籤丟就丟了 就算了 對 但是牙籤確實是色調製品 對 而且因為它成的整個超級品 對 所以工廠產出它的量 比我們想像中 大很多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這些東西 產出完之後 到底是丟掉 我覺得零廢氣跟環保 還是不完全一樣的概念 我覺得你們現在當然可以論述 這個可重複使用 它比較不浪費 到這個程度就OK 但是如果你說 它會被隨地丟起造成還廢 或什麼 因為它體積真的滿小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服力 有一點不足 對 那就像當時 就是 口罩也有很多人亂丟 那當然 按照飛機五千里發什麼 它其實都是有發責的等等 但是大家還是會覺得說 你看 因為體積真的很強 非常爆 對 所以大家那個 就跟 就很低 跟你神經病的塑膠袋 完全不一樣 因為塑膠袋 它就是本身體積 尤其比較厚的 那種塑膠袋 像現在便利商店 因為都只能用厚的 你聽到它絕對會有罪惡感 因為它感覺上就是造成環境很大的負擔 但是 雅西班牙一直真的出海 對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 你不要那麼多地去訴求它的環保 就是environmental impact 對這一段暫時不要去講 對 但是你可以說 這個可以從不利用 然後它就是 更加 怎麼講 就是 更加愛物喜物 就是不浪費 不浪費 那我覺得就是zero waste 會比說environmental impact 要來的好講 對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有點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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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緊張 其實我也看不到你緊張 因為你太誇張 對 還好 我沒有感冒 我沒有感冒 我們還在緊張 會緊張 對 因為緊張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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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地 多的資訊要回去嘗試 這類似 對 因為我其實最當初 最擔心的是 因為大家覺得說 這個東西它的擔價 是相較 在可能零重的方法 比較低的 然後 我因為 像 看起來說 貴的樣子 哈哈 其實因為我們原本想說 要加這個科技 很多人覺得我們講說 那 為什麼要加牙線 或不是加在牙刷上面 那牙刷已經有 已經有 大廠循做過電動 對 可是最重要的問題是 因為 大部分的電動牙刷 它就算具有些 一些 反規樓 它也是透過局限的 都可以做 所以它知道你的位移 它知道你的次數 但是它沒有辦法 知道說 你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它就下來了 對 那 目前的話 因為這個 這個技術它是需要 靠波長去改 那基本上 不能透過太多東西 就變成說 牙刷 牙刷 這個搭配其實是 變相會對它負擔 因為你可能每個月要 曾經 使用清水刷 我已經看到 捲包就看到 這個問題 對 可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去改 但說人家捲重 那就是牙刷 或是為什麼要加科技 之類的 所以你根本不應該 把它加牙線 大家會這樣做 對 對 我覺得不要加牙線 長很大 可能要 可能要 rebrain一下 其實即時押菌監測器 這真的是一個 監測器 像監測器 感覺又可以賣很多錢 嗯 很自然 沒有 不真的 對 如果是即時押菌監測器 或監測器 那我覺得一聽 就是幾千塊 的東西 嗯 但是 智慧牙線幫 自己擺換 就很多 對 所以 但是當然你們 正式還沒有做 Face 2 對 對 那Face 1 有沒有什麼 就是 除了是支持Face 2 的這個理念 而送的紀念品 之外 你們本來還有什麼 別的 想法 呃 應該是 我們想要搭配了 其他的一些產品 做一個 亞軍般的 對 應該是亞洲的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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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有點弱 對 我都講得很直接 對 蠻弱的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們Face 2 做出來 他是換了這個頭 之後就可以用嗎 是怎麼樣 還是他要重新買一個 他需要重新買一個 對 電子 所以這段是不用 對 這個是 對 這個是OK的 這邊要換新的 對 對 你這裡面不能先留 裝電路模組的空間嗎 嗯 可是就算我裝電路模組的中間 那交流他們之後 他們還是要回來再裝 不會啊 你可以自己把那個DIYKID 寄過去 喔 對 所以蠻好緊張 對 像當時那個 ATEM 就是 一個在哲哲木子的3D 演練集 那個我還自己親手組 對 然後 然後 他當時就知道說 他會出下一代 但是他第一代的人都免費 取得下一代的盤裝模組 那其實蠻難裝的 我最後還太會看不下去 但是 但是至少就是說 概念上 你可以就是要升級的話 你自己把升級的那個組件 用3D印出來 自己升級自己 有好方法 這樣子 就是3D印最早的那個 Promise 對 對 在行銷上 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就是說 你現在其實 靠 不管是一次性 或訂閱性 只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好不好 握好不好拿 或者是這個好不好拆 好不好用 等到我們學習到 關於你的使用習慣 跟你的手之後 那你手上的這個東西 就會 你可以自己拆卸之後 變成 真正的即時押菌監測儀 所以現在大家在買的是 一個即時押菌監測儀 的雛形 對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就 比較work 那當然 事實上 因為你使用3D印技術 所以說不定 還真的 會因為他的備備而改變 對 甚至你要做到Telenmade 都不是 不可能想像 對 就是說 你一次 就是如果願意砸3萬塊 那你的手上怎麼樣 我就幫你一個 對 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感覺是很premium 那當它是premium的時候 當它又是 有一天會變形機器 那是一天側的一個東西 那感覺上 就是拿多一點錢出來 似乎很有道理 對 但如果你說 沒有啦 這個只是 即將要被你丟掉的 智慧亞現況 這樣你要訴求0廢棄 好像哪裡 對 所以就是你要把第一代 當作第二代的初行 而不是說 第一代完全跟第二代不相當 資源 對 時鐘 對啊 真的 對 人氣最高的壓力 對啊 對 人氣最高的壓力 對 當然是沒有關係的 就知道了 好 再來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